从民众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出 这些侵权影音机上盒 刻意推出所谓纯净版 就是为了规避著作权法规定 机上盒不可内建 预设收看盗版节目的播放软体 以致市面上仍充斥各种侵权机上盒 对国内影视产业造成极大冲击 我们的产制的内容会被没有条件 任何没有条件的被剽窃 那就没有经费去再去制作内容 第二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产业的同仁们 大家就不会想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那么未来台湾如果安博盒子继续存在的话 它面临的是非法的取代的合法的 就有线电视的地视台大概也会被非法的所取代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几百亿的影响 它是整个产业链的供应的状况整个会崩解 这个才是我们觉得最可怕的 立委陈伯伟认为许多民众其实不知道使用这些机上盒 收看的其实是非法内容 认为应该从制造和贩售业者来下手才能解决问题 而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博仲则表示 这些侵权影音机上盒已经造成影视产业每年超过280亿的损失 呼吁政府应加强取缔与宣导 在执法者方面 特别是法务部 还有我们的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 应该要跟经济部的智慧财产局合作 加强相关的取缔 虽然目前的法律规范是取缔生产端贩卖方 但是他们这些机房要清机房 之前也推过竞评专案 以这个现有的网络技术来讲 绝对不成问题 只看有没有心跳座而已 那目前的取缔成果非常有限 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政府不能加强宣导 那一方面也希望呢 也从教育面来着手 台湾不能再走回头路 因为安博和日表面上看 伤害的是影视业者的营收 但如果从常委来看 赔上的是台湾总体软实力的发展 中华网络频道事业协会 政府应全面查契并下架安博盒子 同时也应落实宣导 让民众了解购买安博盒子 就是侵权的帮凶 才能真正遏止侵权行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